大家好,我是Shirley 我要分享一下当我顾客在怀孕期间遇上妊娠糖尿病 她第一个选择就用Cambridge Repair来帮她稳定她的血糖 Ms.X发现她自己患上妊娠糖尿病的时候 她的血糖是超过10的 然后空腹血糖都是超过7的 那医生叮咛她,她的血糖必须要控制在7以下 那她靠自己吃清淡一点调整她的食物 在一个月里面都降低不到她的血糖 然后她就决定了用CWP的方法帮助她降血糖 那她用了CWP三天过后 她的血糖就马上降了少过6.5mm 那每一天使用一餐到两餐的CWP 直到两个星期过后 她破腹成功剩下了一个baby隔 那什么是妊娠糖尿病呢? 妊娠糖尿病就是在还没有怀孕期间 没有患上任何的糖尿病 只是在她怀孕的时候出现她血糖过高的症状 而控制的不好 那称为妊娠糖尿病 而我们发现最近这个妊娠糖尿病的趋势 有很明显的增高 我的顾客呢 MsX呢 她是在她怀孕7个月的时候呢 被断整为她有认成糖尿病 当时候她非常担心她baby的健康 因为呢 她的血糖呢 长期都超过10 然后在她的空腹呢 就是她早上起床的时候 她的血糖呢 都是长期超过7的 那在那个时候呢 她很担心 她的血糖过高呢 会影响她的baby 会有任何的健康问题 而她的医生呢 就给她的建议 你试一下吃清淡一点 那如果还不能控制的好的话呢 到时候 医生就会考虑会用药 医生有说 如果她的血糖控制的不好的话呢 她可能会影响她的baby 如她的baby可能会有早产 难产或者产生 baby可能会太过大 那甚至如果她没有控制的好的话呢 也可能会影响baby的呼吸 或者她的发育异常 也会影响她的血糖的问题 那最严重的话呢 就可能是在她的危产期里面呢 会有面对死亡的一个状态 那Ms.X知道了过后呢 非常担心 她就开始联络了我 使用Cambrian Pen 到时候我身为一个妈妈呢 被确诊为妊娠糖尿病呢 其实她的心情呢 是很担心的 她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医生要跟她讲 你要吃清淡一点 来控制你的血糖 看一个月过后 你的血糖会怎么样 如果你的血糖控制的不好的话呢 你是需要用药 或者省制来开刀的 我们来看一下哦 Ms.X的三餐的食物呢 她是吃些什么东西 跟她的血糖的记录 这个是Ms.X的三餐的食物呢 和血糖的一个记录 那你会在这个图里面呢 看得到这是一般我们呢 常会在外面吃得到的一个食物 那一般早餐呢 她就会吃面包 或者面内和喝一杯茶 那她就发现 吃了这个东西过后呢 她的血糖是在8.3mm的 那医生叮咛她 在她的血糖呢 必须要再控制在气以下 那这个是她的午餐 她的午餐 一般她就会选择吃 好像粉啊 猪肉粉啊 鱼盐汤粉啊 之类这样的东西 或者要不然就吃三明治 或者有时候健康一点点 或者她就会吃麦片 那吃完过后呢 她的血糖呢 是在8.5mm的 那晚餐呢 她就讲 哦 晚餐我想吃一点饭类 她就会选择 炒饭 或者黄梨炒饭 之类这样的东西 我们就会发现 当你的晚餐呢 是炒饭类的东西呢 你的血糖会飙升的比较高一点点 10.9 将近10亿 那她的点心呢 会吃些什么东西呢 当她怀孕的时候 中间她有肚子饿的情况 她会选择吃一些饼干 或者吃一点水果 那在米西克斯麦香里面呢 她会认为吃水果会比较健康一点 那她不知道 她这选择的水果呢 会比较甜一点 会影响她的血糖动荡的更严重 就如芒果 葡萄 苹果 跟黄梨之类的东西 米西克斯呢 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呢 像医生所说的 吃清淡一点 来控制她的血糖 让她的血糖呢 控制在7个mm以下 但是呢 她以刚才的那一个 食物表来看呢 她不但没有控制成功 而且她也没有概念 怎么样才可以 把血糖控制的好 那一个月就这样过去了 米西克斯已经来到 怀孕八个月了 也看她的血糖控制的不好 会影响她的baby 所以她就马上联络我 使用CWP 因为之前我有跟她分享过 怀孕的妈妈 在怀孕期 如果你选择用CWP的时候呢 CWP是非常安全的 而且有给你齐全的营养 可以帮助呢 怀孕的妈妈呢 来控制三高 所以她就决定用CWP呢 来帮助她呢 来控制她的血糖 Cambuship Panel 是齐全的营养 而且呢她可以帮助我们 稳定我们的血糖血压 跟神智糖固存 所以我给她的建议呢 当她在吃 她怀孕期间在吃的 30里面呢 加入Cambuship Panel 那这一张图呢 就可以给我们看一下 你有加入Cambuship Panel 跟没有加入Cambuship Panel呢 她的血糖稳定的非常的好 那她的早餐呢 一般都会吃两粒的 Cambuship Panel 面包跟糖茶 那没有吃Cambuship Panel的情况底下呢 她的血糖是8.3mm的 那在她有在加入Cambuship Panel的早餐的时候呢 你会看到她的血糖呢 马上降了两度 是在6.4mm的 她的早餐是怎么吃呢 Instead of她喝糖茶呢 我建议她 她可以喝半杯到一杯的Cambuship Panel 加上她的两粒汉包液 跟她的面包 那这样呢 她可以得到齐全的营养 同时也可以把血糖控制的很好 我们在上一张图 我看得到 当MixX呢 在她的餐单里面 加入Cambuship Panel过后呢 她的血糖呢 马上稳定了很多 那这个呢 就是她给我的一个血糖的一个record 她的每一个 每一天里面呢 都有加入一餐到两餐的Cambuship Panel 来稳定她的血糖 而她的医生呢 有叮咛她 她的血糖必须要控制在7.7mm以下呢 以确保她跟baby的健康更安全 那在第一天6月5号呢 她的空腹血糖是5.0 早餐过后是8.4 午餐过后是10.3 晚餐过后是8.5 你会看到这三餐哦 还是不合格的 超过7.0mm 那第二天呢 6月6号呢 她的空腹呢 是5.0 早餐过后是5.9 午餐过后是6.3 晚餐呢 是7.5 所以证明她的晚餐吃的太多 那我有叮咛她 她的晚餐的分量呢 要稍微控制一下 甜的水果比可以吃太多 那第三天呢 6月7号 她的早餐空腹是5.0 早餐过后是6.5 午餐是6.0 跟晚餐是6.5的 所以第三天 你马上会看得到 在她的加入 Campritcher Pen 每天一餐到两餐 而她的食物呢 选择跟量呢 控制的好的话呢 很快的就可以把血糖控制得很好 当她帮我分享这一张 她的血糖的record的时候呢 我们两个都非常高兴 因为呢 在这么短短的几天里面呢 可以帮助她控制她的血糖 也让她放下她的心头大死 而且很放心的继续用Campritcher Pen呢 来稳定她的身体的健康 跟她的血糖 确保她的baby跟她呢 都是安全的跟健康的 Esex呢 很高兴呢 加入CWP过后呢 她的血糖呢 就马上稳定了 那因为之前 她是用自己吃清单的一点的方法 来控制血糖 但是都没有办法控制成功 那现在呢 只是需要每一天 加入一餐到两餐的CWP 就可以稳定她的血糖 同时可以补充营养 那她是从6月5号开始呢 就开始加入CWP 直到她的生产日 6月19号 总共大概是有两个星期的时间 那她的血糖都很稳定 都是控制在7mm 那自从她看到那个效果 加入了CWP过后呢 她血糖马上稳定了 而且她心 马上放了 很放心下来 而且很开心的去生产她的baby 很开心 Mis X在6月19号呢 剩下一个健康的baby 有3.5公斤 那CWP 齐全的营养 又安全 安全的帮助怀孕的妈妈 降低她的血糖 控制好好的血糖 让Mis X呢 很安心 而且放下心头大死 那Mis X生完了过后呢 她非常感谢我 当时候会给她的建议 在她每一天的餐单里面 加入一包到两包的CWP 来控制好她的血糖 才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把血糖控制得很好 同时也非常开心 用Cambulatory Pen呢 对她和baby的帮助 那Cambulatory Pen 不只是一个减重的计划 Cambulatory Pen 是一个齐全营养的计划 可以帮助我们 把体重控制得很好 把体重维持得很好 同时也可以把三高 控制得非常好 Mis X产后和维持的方法呢 就是产后过后呢 Mis X是用CWP的step 3 and Step 4来减重的 那在她产后这几年呢 她维持体重的方法 其实是很简单 每当她发现她自己胖了一点点呢 她就会购买一套的CWP 来减重和维持 那她这个举动呢 也带动了她的同事 一起来减重 而且恢复她的健康 所以她跟我分享 其实CWP呢 其实是很弹性的 你可以稳定了你的体重过后呢 靠自己平时的饮食习惯来维持 当你需要的时候呢 你再购买多一套的CWP 来维持她的体重 认诚糖尿病的风险是什么呢 对于准妈妈 就是怀孕中的妈妈呢 她会提升这个自然流产力 那么还有提升这个认诚病化症 比如说血糖膏会影响眼睛啊 影响神经啊 影响我们的肾脏啊 这些都会增加这个病化症啊 那么会提高那个感染剂 养水过多的风险哦 然后甚至会产这个巨大鹅哦 因为这巨大鹅就会影响到难产啊 所以一般上 医生都会鼓励 保护生这个baby咯 那么也如果血糖一直太高的话 也会影响到铜酸 铜酸中毒咯 那么对于孩子跟对于妈妈 都会有中毒的现象 那对于胎儿来讲呢 他可能是会变成 胎儿七型了 就是他有一些窃线了 那么还有巨大鹅了 就是有些生到九磅 十磅的baby咯 那么这个胎儿生长受限呢 就是窃养了 就是可能在胎中窃养了 受限了而胎死腹中了 这个是他们的最大的风险了 那么对于新生儿呢 那就是怀孕妈妈 因为血糖的关系 血糖高的关系呢 那么在生了这个baby之后呢 这个新生儿呢 可能会呼吸困难症哦 就是他会需要去这个 把氧气箱里面哦 去帮他 帮他呼吸哦 那还有呢 可能会 新生儿会血糖低哦 就实际上会晕倒了 那么新生儿会 红细胞增多 或者是高胆 高胆红血素呢 这两个呢 就是所谓的 黄胆病很高了 就是baby的黄胆 的指数很高 还有这个baby呢 因为他的血液里面 太过浓稠啊 所以变成了 他很难呼吸到 这个购养器啊 所以一般上呢 有些严重的case 这两个的混合呢 他们医生都会帮他换血了 全身跟他换血 让他的这个红血球啊 重新比较健康一点啊 那么减少他的这个身体的 这个黄胆啊 所以这两个是比较严重的这个case啊 miss x 呢 用了camblix三天啊 就能够降下血糖质 正常的血糖质哦 那么miss x 呢 曾经用吃辣油 或者吃清淡的时候 一个月都降不到血糖哦 那么他在 还没有吃camblix之前呢 他的这个保护的这个血糖 都超过10个mini more的哦 那么在第一天吃camblix的时候呢 他早餐过后呢 两个小时 也是8点4 第三天呢 就是降到6点5了 很正常的这个血糖了 那么在第一天的camblix呢 午餐过后 加了camblix午餐过后呢 他两个小时check呢 是10点3mini more 到到第三天降到6 是非常正常的这个血糖质哦 那么在第一天的晚餐啊 那么在第一天的晚餐啊 是本来是超过 没有吃camblix是超过10个mini more的吧 那么晚餐过后 两个小时检查是8.5 那么之后呢 到第三天呢 是降到6.5 你看啊 他就是每天加camblix一至两餐啊 就能够维持这个漂亮的正常的血糖 三天过后就能够维持到这个血糖质 那么自他同样的用这个每天加一至两餐的camblix呢 维持到两个星期后呢 就平安的剖腹生下这个babygirl babygirl现在已经四岁了 也长得很健康哦 那么还有的miss x呢 也介绍他另外一个认成糖尿病的同事给shellysu 让他也用camblix来帮助他平安产下baby miss x呢在生产前呢 他是用1000到1200卡每天哦 就是两个星期那么用camblix 帮一两餐就能够降下血糖了 他如果吃多的时候他帮两餐 吃少的时候他帮一餐 这样呢就大约控制在1000卡左右呢 就能够帮助他控制他的血糖 直到他平安生这个baby 像miss x这样啊 他如果是说用camblix step 3 & 4 那么他要减血糖的餐食份量呢 就应该要考虑用根治理食疗的餐盘了 就是尽量呢 就是晚上我预讯晚餐不吃肉 只是植物蛋白质 就不吃太多的全苦类 那么餐盘的份量呢 是一半的餐盘是用吃蔬菜 那么另外四分之一呢 是用这个全苦类 那么四分一用蛋白质 晚上呢就用植物蛋白质来替代了 那么尽量要喝多点水 每天最少要喝2.5公升的水 这样帮助他平衡 平衡他的这个血糖 效果会比较理想一点 Miss X呢生产后呢 他是用1200kcal来维持体重 或者是帮自己减一下体重 就是每天带一餐到两餐 就是他吃得多的时候就带两餐 吃得少的时候带一餐 这样就能够帮助他维持他体重了 那如果是要更轻松一点 可以考虑用这个 每天吃两包的Sea Lass 吃两包的Bora G 还有呢在用Camprix的时候呢 加上一茶匙或者两茶匙的Lite Spark呢 帮助我们新陈代谢的更好更理想 一般上如果要维持体重啊 没有特别的 这次只是要维持体重维持健康呢 那么除了喝Camprix之外呢 只要能够保持用Niflate的分量 这餐饭分量呢 基本上就可以维持健康跟体重了 认识起血糖高的这个妇女呢 第一个做法呢 就是每天用Camprix呢 带一只两餐 然后每一次冲这个Camprix的时候呢 可以加一大匙的Lite Spark 这样呢 可以很快速的减下这个血糖高的问题 同时减少病化症啊 减少伤害对胎儿和对自己 的伤害 第二呢 每天可以C-HO3-5个小时 就可以助他这个排毒啦 退出一种啦 补养啦 灭怨啦 确保这个baby跟这个母亲的平安哦 如果是没有budget用H-O的话呢 可以吃Return M Plus iFood每天各两包 来帮助他这个灭怨啊 帮助他灭怨啊 让他保护那个胎儿跟母亲的平安啦 那么第三呢 吃食物的时候呢 尽量吃到根治食疗的餐盘的 的分量 那么这样呢 就能够平稳的 平稳下这个血糖 帮助他度过这个 认诚 齐血糖 高的问题了 如果你想多了解一下 C-H-Pen怎么样帮助 怀孕期的妈妈和生产后过后 维持漂亮又健康的体态 那你可以有两只两个影片 那第一个影片是Doddy Jaya的影片 他会分享他在PCOS的情况底下呢 很难怀孕 在用C-H-Pen过后呢 就成功了怀孕 而且在怀孕期间呢 每天你用C-H-Pen呢 补充他的营养 提升他的精力 让他怀孕的时候 依然保持漂亮跟活力 那第二个影片呢 就是我们两个很漂亮的 Simmer of the Year 就是Karen Gawini 他的减肥 然后减肥过后 到他怀孕期 到他生产完过后 你看到他的体态会非常漂亮 而且他两个宝宝 非常健康 非常漂亮的 那这些影片呢 都可以在我们的YouTube的 Shirley Su的channel里面找得到 谢谢